日常生活食衣住行 接触各式各样物品 不知不觉中 尽可能造成慢性中毒 身上科医师点出常见的 五大慢性中毒 第一就是吸入毒 煮开水时 水蒸气产生三乳夹碗 千万不能轻忽 务必在水煮沸后 打开抽油烟机 并开盖多煮两分钟 另外厨房油烟 二手烟 也都属于吸入毒 洗衣服倒入的洗衣精 或洗碗筷用的洗碗剂 被归类为清洁化学毒 至于黴菌毒 像浴室长出的煤斑 枕头被单上的煤斑 如果是毒性强的黴菌 恐引发严重肺部病变 甚至死亡 烟啊什么 就会尽量远离这种地方 吸入伤害比较大吧 路边摊的就比较容易 用那种碗 我们会自己用提锅 装食物用的美奈米 加热过后会释出三聚氢胺 甚至溶出甲醛 被称为加热与溶气毒 还有不少小吃店 习惯拿塑胶袋装热汤 同样有疑虑 不要来装热汤 那如果说你的筷子 你不要进那种火锅里面夹中 以及筋疲毒透过皮肤进入体内 在经由血液和领巴扩散 累积的化学毒素 包括乳液面膜和化妆品等等 只要和皮肤接触时间越长 更要小心 恐怖的生活武毒千万不能大意 记者黄祥富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